明天開始 三天的元旦年假 2023年今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就是今天封關的 今年你做得好不好 那新的一年要怎麼佈局 就如同我說的 以指數來論 今年漲很多 明年會漲那麼多嗎 多頭沒有改變 但是這裡面的結構會出現變化 今年漲很多的股票 明年會繼續漲這麼多嗎 這很奧妙的 所以按照慣性定律 它不會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留意我的資訊 那今天最重要的資訊呢 一定要看我 這個下午的 看我的所謂的會員影音 祝大家元旦假期快樂 台股新攻略 帶您掌握全世界投資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亨達投顧 曲領泰老師 感謝你每天 準時的收看 今天 接下來三天連假 2023年 又過了 一年容易又到頭 那在這裡祝大家 有個愉快的 這個元旦假日 那大家要出門在外 去開年 去過這個年的時候 有沒有 那大家留意一下 外面天氣 我現在看來是有點又濕又冷 北部 有點又濕又冷 那如果大家 不願意出門 天氣那麼冷 不願意出門 你去跨年想說 那麼冷 可能又下雨 懶得出門 那在家裡看電視 看節目 那想一想 過去這一年來是怎麼度過的 都是股民嘛 那當然最近 接下來的下個禮拜開始 最熱鬧是台灣的總統 總統選舉 那過了大概就是 進入了所謂的 真正的 今年的行情 那明年 明年最主要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元夜效應 現在是在聖誕 聖誕節 的這個聖誕行情 聖誕行情只有七天 就統計資料有所謂的聖誕行情 就聖誕節 美國 我講的都是美國 美國的聖誕節過後的五天 跟元旦過後的兩天 兩個交易日 就叫聖誕行情 所以沒有怎麼參考價值 漲最現在台北股市今天收最高 對不對 漲個二十點也是一十一下 好那不管它 那元夜效應比較重要 元夜效應 什麼叫元夜效應呢 元夜份如果是多頭的 是多頭的 是漲上 因為這樣講 元月的一月的月限 如果是收紅的話呢 那當年上漲的機會 到年底啊 上漲的機會是八成 這樣有沒有 那元夜效應 還有元夜前五天 那個我們禮拜二 再開始來跟大家討論 什麼叫元夜效應 那當然今年 今年過去了嘛 今年的元夜效應 就遇到去年的大空頭 而且元夜效應就非常好 所以今年就非常好 但是股市就是一個循環架構 股市是一個循環架構 今年好 明年不見得會好 那這樣好了 這樣這樣 我認為明年 明年還是多頭了 基於這個美國 明年總統大選的 美國全世界一百五十幾個國家 明年都是選舉年 我們是年初 那美國是年底 全世界的國家 有一百五十幾個 所以是選舉 都是民主國家就要選舉嘛 好 那這個民主國家也不見得 我是不知道啊 像普丁也是人民選的啦 你看他去打人家 這個可惡的傢伙 那這個都不對的啦 好 那 那不管他怎麼樣 我是說 明年 今年是 大漲年 明年 應該也是多頭 但是會不會像今年 漲這麼多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不對 今年大漲的股票 比如說AI 明年還會不會是大漲 這也是個問題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我們今天不講台北股市 任何一檔股票 我不講他 我們就純粹講國際股市 大家做個分辨 那明年 如果沒有漲到 如果按照合理的華爾街的分析 華爾街現在認為啊 明年是多頭年 可是漲多的股票 這個 美國不再是由七巨頭 四個物聯網 一個蘋果 一個輝達 還有一個什麼 一個特斯拉 如果不再由這個 因為這個七巨頭 就佔權重了嘛 如果不再以這個七巨頭 為主的話呢 那明年的指數空間 也許不大 今年 這個可以漲三四十趴 明年可不可以漲 明年漲一趴也是多頭啊 對不對 明年就算漲一趴也是多頭年啊 這樣懂也是吧 所以大家放開心來 那按照以往的案例啦 台北股事實也是一樣 今年漲什麼 明年不見得會漲 今年漲AI 明年不見得會漲AI啊 或者AI裡面沒有動到的AI啊 應該是這樣吧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比較法 那感謝你幫我按一個讚跟分享 那2024年的主要的這個 就在於 題材 位階跟基本面 題材 什麼題材 航運股還有沒有機會 航運的題材 位階呢 位階比較低一點的 會整理很久的 幾百年都沒頂到的機會來啊 然後呢 搭配基本面 這是這基本面是基本的 所以 2024年 既然我說 既然我的標題是 2024結構大不同 今天標題是題材 位階跟基本面 好 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聊看 歡迎投資朋友 您這個 加入我的LINE 假日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不要忘了我們的節目有 有這個 今天下午也有 就技術教學啦 這次教學比較 很有 很有 很有東西的技術教學叫量 量跟價 可是這次 這一個禮拜 跟上禮拜的技術教學 比較乏味 因為都是文字敘述 你不講又不行啊 那將來你們要統合起來 因為我們會 一直教好幾年喔 就算全部教完的時候 就會拿新的案例 新的案例來把我們之前教過的 基本 這個技術教學都用上去就對了 好 來加入我的LINE 那這個 如果你想要看我們的 有中文字幕 就看到有西西的這個地方 就點一下 就有中文字幕了 好 那剛剛還錄好 那我錄的是元月份的 那我錄的這個 這個禮拜錄了三檔 我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以我底下講的 題材、位階跟基本面 有沒有那個題材 就像我說的 去年漲 今年漲的 明年不見得漲 那一定是那個沒有漲到的嘛 沒有漲到的 做起來才有趣 這樣懂意思嗎 沒有漲到的 搞不好鋼鐵股就大漲了 沒有漲到啊 是不是 那當然 如果 我們選舉過了 兩岸的問題 比較和緩的時候 那中國股市呢 這是一門學問 這很有趣的 投資朋友 我在台北股市30年了 你看我的節目 跟別的老師不太一樣 每天都會講漲 漲停版的 你看不到我這樣子 像昨天 滑成漲停了 今天滑成 滑成就大跌回去了 那你昨天講滑成 那今天 如果是我買滑成 我今天一樣繼續講 這是觀念問題 這是觀念問題 看好就是看好 所以長榮我才會講了五六個月 從除息之前講到 多塊填 差一塊的填息 那最近拉回 那長榮還有沒有機會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來討論 好 那這三 我們錄了三檔 你假日盈盈嘛 你假日盈盈 你來看看我 這是免費 不用錢的啦 但是你要聯絡到你填表本人 然後幫你開通權限 所以你必須把表格填一填 在我影片的底下 我現在人在這邊 我影片底下有這個 1 2 3填寫 那填寫要填寫清楚一下 因為這個叫會員影音 就是我把你當作會員 如果我把你當作會員的話 我們就對於你的資料 會有保密的責任 因為 你進入我們網站啦 我們就要對你保 對我們東西要保密 對你的東西我們更要保密 因為我們跟金管會有簽合約 每一家投顧都是如此 所以不會把你的資料 絕對是安全的 好填好 填好 填好這個內容 那我們的服務者會員會協助你開通權限 好 精彩了 好過去這一年 我們 我今天要講一個叫位階 我們這個 底下標題中間那個叫位階 位階 美國股市位階最高 從11月過去一個多月來 11月開始到現在兩個月 道琼的位階最高 什麼叫位階呢 位階有兩個 一個叫均線位階 移動平均線的位階 均線位階 一個叫形態位階 好簡單跟大家講 大家都知道這個費城半導體跟台北股市連動很高 那費城半導體如果 譬如說跌下來如果 如果佔上季線 對不對 那台北股市因為 台積電就容易佔上季線 那台積電又跟我們的第一大權重股 所以指數也會跟上來漲到 因為指數放的比較廣 所以如果費半 站上季線 台積電就有可能站上季線 那台積電如果站上季線呢 加錢指數就會站上季線 這是以季線那個移動平均線 來做位階的探討 另一種就是形態上 形態上 位階是一種比較法 就是道琼啊 道琼在這個半個月前就創 一直創歷史新高 在這邊就創歷史新高了 他一路都在創歷史新高 有沒有 那費半跟著道琼後面 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 那 這個納斯達克還沒有 當然納斯達克100指數 納斯達克裡面股票好幾百檔 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 他把它再挑100檔 就好像我們台股有那個50有沒有 台灣50啊那種的 就50檔嘛 納斯達克把他精選100檔這樣子 那納斯達克100是創歷史新高 那內容就不一定了 懂我意思嗎 那位階最高是道琼 因為他最 他一直在歷史高 一直過高的 黑棒下來就一直創新高 所以他長時間在歷史高點 所以他位階最高 第二個位階呢 位階不代表漲幅 漲幅歸漲幅 懂我意思嗎 這個漲幅因為比較難做確定 所以一般來講 位階就只有兩個 一個在形態上的位階 一個叫均線的位階 道琼的位階最高 因為他不斷的創歷史新高 那道琼的成分股呢 電子金融傳產 道琼的成分股只有30檔 只有30檔 全世界可以說最大的三檔 大型企業裡面 精挑 麥當勞也是道琼成分股 嬌生有沒有 那個嬌生爽生粉 那個嬌生公司 道琼成分股 雪佛龍做石油的 塞富石雲端軟體的 懂意思嗎 那個波音啊 做飛機的 那蘋果微軟也是 道琼30檔成分股 那這個摩根大通 那幾個重量 這個銀行股也是 所以他包含電子 電子金融傳產 但只有30檔而已 好 那 那斯達克呢 那斯達克多了 小型股很多 包括一些很多生技股啊 或者小小股票那種的 都在那斯達克 那斯達克 那斯達克 有人聽他講說 那斯達克100 就只選擇100檔而已 那斯達克如果沒記錯 上千檔 那 那斯達克裡面七巨頭 強還是生技股強 這很有趣啊 NVI生技指數 他的全名叫做 納斯達克 NVI生技指數 這樣懂意思嗎 他的全名是這樣子 好 那他在那 都高檔 就在這邊了 就漲幅已經不大了 那費半呢 也創歷史新高 那原月效應 我剛才說過 雲月份如果是收紅棒 美國股市 當然是以標普 全世界都有 都以標準普遇 全世界討論美國股市 最主要就是標普 都拿標普來講 因為標普500檔 費半30檔 費半也是只有30檔 它是比較小眾的市場 這30檔為什麼 30檔都包含在這個 這個 這個標普裡面 所以大家討論費半幹什麼 可是費半跟我們連動性最高 因為他跟台積電連動高 這樣知道他意思嗎 但他只有30檔 費半只有30檔 那費半第一權重股叫博通 代號叫AVGO 因為他之前併了一檔 一檔叫AVGO 所以博通 第一權重股的博通是 過去這一個月才開始漲的 因為他做的是通訊晶片 所以你看到聯發科漲上來 understand 就是這樣一個連一個的 輝達不怎麼樣 所以你看到那個 3661的四星KY也還好而已 這個月就還好了 為什麼 因為輝達沒什麼動 各有對應的標的 你看那個建設那麼強 因為AMD超微在漲 這個架構 那大家討論都是標普 標普今年大漲 二十幾趴 那這是我年初就跟你講 今年標普有機會漲二十幾趴 這當圓月效應 那圓月效應我們等禮拜二再來講 好 七巨頭 七個七巨頭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七個 就是物聯網四檔 物聯網四檔 就是微軟 谷歌 Meta 這些嘛 物聯網三檔四檔 對 亞馬遜 就是這四檔 還有亞馬遜 七巨頭 今年漲這麼多 七巨頭就貢獻了77% 三分之二的漲幅 最新統計資料 節目是要看這個的 當然你覺得乏味嘛 有人在講漲停板 趕快去看他漲停板 就去看了沒關係 本來就空氣在那裡 但是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東西來講 我講的是 是合理的數字推論 那標普漲到這裡 漲這麼多 按照合乎邏輯 當然沒有百分之百啦 就是說都是機率嘛 像這個七十幾%這就是機率嘛 就是說去年漲的 去年大漲 今年不見了會大漲 但今年我認為還是多頭 所以去年大漲 今年有可能只有小漲 尤其前半年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不可能從1月1號漲到12月31號嘛 不可能這樣子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在年底 都在11月初啦 那就是說 就算總統大選也不可能 1月份直接漲到12月份 所以上半年會震盪 甚至會拉回 下半年再飆 然後我之前講的 時間波的概念 5到9月 他就剛剛那時候再漲一波 就進入真正的再一次的多頭 現在我們考量是 1到5月6月這一段時間 股市要怎麼走 3月份有一個轉折點 怎麼度過 這是個觀念喔 如果他繼續漲 那沒問題啊 明年搞不好漲30% 50%都有可能 如果沒有呢 因為我按照邏輯跟慣性啊 今年大漲的就是他們嘛 這七個嘛 那明年搞不好不會大漲 不會大漲就影響指數嘛 因為他們是權重股嘛 就影響指數了 這樣懂得意思嗎 但是這樣如果他跌的話 他跌的話不是美股去掛了 有東西要漲上來啊 這是今年多頭最大的優勢 就是說在漲 在過去這一個月兩個月 漲最多不是權重股了 好 所以他們漲得變慢了 你看 變得慢了啊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台北股市 這是去年 空頭 我們這邊轉著跟大家講過 這是矽谷影響倒閉 沒多久他又漲上來 那我去年是看空沒錯 我去年年底我才翻多 但是我今年的五月份 曾有一段時間看空 不過我有一個最基本的 過萬六我就空單回補翻多嘛 然後 今年有一個段時間比較大的 一個回檔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八月九月十月 這個回檔是我們 我早就知道他會回檔 而是不知道他回檔會多深嗎 時間他要回檔的 他就是要回檔 可是我們還是堅持做 所以我的會員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八九十月怎麼都沒有做動作 怎麼做動作 這基礎都這麼難看 當然沒做動作啊 不只是我去做航龍 我去做的AI三雄 對不對 不是最近才稍微有點彈上來而已 好 那現在從這裡漲上去 你看 我們在一個眼睛的邏輯 跌轉折往上 再漲多的再拉回 再上去 然後整理 整理完再攻 漲多的再拉回 漲多的會不會拉回 如果是在下個月就開始慢慢的拉回 讓股市沒有圓月效應 可是又有美國總統大選 我這樣兩個是不是 你沒有圓月效應的話 又是總統大選多童年 所以如果圓月份沒有圓月效應的話呢 那美國股市就漲得少 這樣懂意思嗎 那如果有圓月效應 當然美國股市會漲得比較多 那我剛才跟你講 我們用目測的 我們當然這個是跟美國股市相掛高的 相連在一起的 美股怎麼樣我們怎麼樣 你注意看 跌很深 這個一樣啊 跌反彈跌反彈 那我們因為去年的事情 我們直接一條線來畫 那一樣啊 漲多會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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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多會不會拉回呢 那我常常講說時間是最重要的 股市就是時間跟結構啦 對不對 時間最重要 那如果剛好 元月份是要拉回 漲多拉回嘛 漲多拉回 這樣懂意思嗎 漲多 拉回 拉回時間靠元月份 就元月份 會不會沒有元月效應啊 可是老師你還是看多 為什麼 因為總統大選年嘛 所以如果元月效應沒有的話 還是多頭 他漲幅就變小了 那上半年就拉回 下半年開始漲 反應美國的總統選舉行情 全世界 我剛才特別跟大家 有一百五十幾個國家喔 大概也沒人跟你講 一百五十個民主國家 選總統 好像普丁也是吧 普丁也是人民選的喔 你不要看他很獨裁那樣子喔 那個真的是作惡多端 把對手都下毒了 不然就把他關起來 不管人家的事啦 那就怕他再漲這麼多拉回 就好像我說 漲多拉回 漲多拉回 漲多會拉回 再漲多會拉回 拉回就剛好元月份 大家就賣了 但說明他繼續漲不知道 但是以眼睛來瞄 那有可能拉回嘛 是不是 那這個地方是矽谷銀行倒閉 這一條是萬六 那突破萬六這個原因 從這個這個這個 破一萬六再上去 是因為美國 年總會說暫停升級 要預告降息 那這個啊 暫停升級 預告降息 是已知的事實 除非有變數 大家都說三月會降息 萬一三月沒降息 就再點一波嘛 已知的事實 已知的事實 然後漲這一段了 這已知的從這裡開始啊 這裡下來了未知嘛 這已知的事實 已經讓全世界漲一段了 包括台北國漲一段了 所以這是我們跟大家討論的 所以原有 但是我不認為是空頭 要去強調 不是空頭 那我再講一遍喔 全世界漲那麼多會拉回合理 那明年看的是未接 未接除了股票 當然也有市場啊 全世界最爛的市場在這裡 你看看 我們是這樣的 它是這樣的 然後今年受了地產什麼的 它經濟機率裡面衰退 對不對 可是它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我們看完它明年中國會 就是最近這兩天開始漲了 你看新聞就知道它叫做什麼 叫做國家對進場 那去年一些什麼 碧桂園風暴 恒大地產的風暴 都現在已經慢慢 這些國家都漲上來了 他們 因為中國的外匯存體 全世界第一名 當然有自己生存之道啊 我知道意思嗎 未接低 所以我明年是看好它 那過了我們總統大選 看兩岸怎麼樣 所以如果真的漲到它 我們兩岸開始 又比較正常化的時候 中國股市 會有它的觀念在喔 那國際股市的機構法人 看這欺負那麼多 如果要選中國 逐漸複數的話 它會不會來這邊低接 這也有道理啊 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外匯存體 全世界第一名 會不會來這邊接 未接那麼低嘛 這樣 知道意思嗎 知道意思嗎 那如果真的漲到它 它的內容 跟我們有關係的股票 就很重要了 這樣對不對 好 同意思啊 那鐵礦 可是這個還沒有漲 鐵礦商已經先動了 漲一大段了 中國內需嘛 美國一直制裁它 它當然是以內需為主啊 科技股也漲多了啊 內需搞不好就來了 好呢 最近最強的 鐵礦砂帶動最強的是什麼 是倫敦的習 所以我還蠻看好那個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3305的生貌 原因的原因 因為習昨天還創新高 波段新高 好 可是指數 這一個月 漲到哪裡 漲到這個啊 有沒有 你自己有看到嘛 這個值 對 一個月要漲幅十一嘛 屬於納斯達克 這個標譜裡面的小型股 標譜裡面 標譜很大 標譜五百檔啊 大家都看五百檔 看納斯達克 因為納斯達克裡面的 科技股也多 範圍也比較廣 不看稻窮 稻窮當然也要看 還是重點啊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應該說那個股票 大型股最多的市場 大家都看標譜 標譜數量多 那廢半大家 你看那個 國際分析人士 分析到廢半 因為都在標譜裡面嘛 那些個股都在標譜裡面嘛 那最強是這個 螺素兩千 小型股 之前它跌得很深 但這一次 從十二月份 十一月份開始漲 標成這樣子 它本益比只有十三倍 標譜的本益比多少 二十倍 所以它要追上來的話 差這麼多呢 差這麼多追上來還得了 這股票漲五倍十倍 小型股 漲五倍十倍更多 在美國 是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 生技指數沒有拿進來嗎 還有那個生技指數 也是這樣子啊 之前你看 大半年啊 一整年都慢慢慢慢跌 突然間一個月漲上 而且創破亂新高 所以為什麼那麼靠生技股 你有沒有注意到最近新聞講說 電子五哥啊 這個人保啊 盤中長啊 底下那個 財經財哥 因為他要 因為人保再怎麼樣 毛利只有五%啊 五%的毛利啦 你買一百 買一百塊賺五塊而已 你知道的意思嗎 台語電買一百塊賺五十塊 生技股很多買一百塊賺八十塊 像美食的那個癌症新藥就是這樣子 十二月 少一個月 納斯達克漲6% NBI漲14% 是不是 我們再做個比較 好 羅素2000 羅素2000 位階那麼低 你看 他才剛大底完成而已 這兩邊才剛突破 你看這個大底才剛完成 第二個這一關再破 這一關再破 哇 長線大多頭 十二月份標普漲4.6% 納斯達克漲6% 羅素2000 漲14% NBI生技指數也漲14% 那羅素2000啊 他的內容啊 就是 生技股 工業股跟區域那個小區域銀行股 像以前的羅素2000啊 都在裡面 所以為什麼 矽谷銀行的那個都在羅素2000裡面嘛 所以 羅素2000今年很差 那矽谷銀行他們也慢慢止跌了 所以最強的裡面是誰 是生技股在漲 那莫德納 都上來了 莫德納 今年跌得很慘 最近反彈了 五、六成了 莫德納 那我們再來看看 散裝ETF 所以我認為 就算那個運價 最近運價漲多了當然會拉回 歐洲線會拉回 鴻海問題還沒解決 結果怎麼樣 運價很低啊 對不對 好運價 運價跟貨櫃輪有關係 可是最近你有沒有看到沒有VDI指數 沒有 在修到下個禮拜 都沒有開市 那但是 連動蠻高的 就VDR VD 美國的散裝ETF 代表叫VDRY 它飆了 昨天運漲漲7.1% 所以合理的呢 散裝 這個貨櫃行運 那三大股票 在1月份會整理 小漲 但是合理 從這個東西的推論來看的話呢 如果VDI是跟著它動 對不對 因為它修飾 一個多禮拜沒有開市了嘛 跟著它動的話 如果跟著VDI是跟著它動的話 那那個 中航那些就標方天了啊 正德 我最看好正德啦 那我們看 七巨頭 過去這將近一個月還是這樣子 謀殺變化 蘋果 所以我說下半年有機會嘛 因為蘋果新產品在下半年 微軟這一個月還是這樣子 我們就不拿谷歌那一些啦 那有Meta還是創歷史新高 都到場長得很慢啦 那你OpenAI嘛 微軟是今年的AI的橫空出世代表 過去這個月完全原地踏步 完全原地踏步 沒有創新高啊 那你 你納斯達克創這個就比較 創新高就比較難啦 這樣多意思吧 因為它是權重股啊 有沒有 輝達也是在這邊啦 有沒有創新高 有啦都快要創新高 一顆兩顆就是沒有創新高嘛 有沒有 他利多來了啊 他也沒漲啊 那美超圍跟我們AI三雄 沒有跌啦 但是原地踏步啦 那特斯拉七巨頭之一 有沒有 你看他高點早就在 在今年七月份就見高點了 雖然沒有沒有在那個啦 那明年如果中國複輸的時候 會不會從 因為華爾街有說 或是中國大陸自己臉皮厚啦 今年看特斯拉 明年要看比亞迪 比亞迪的股價很慘的 很慘的齁 那也可以可以觸底粉 比亞迪銷售沒有輸給特斯拉嘛 那如果中國大陸強力要複輸 要救世的話 趕快比亞迪上來 那比亞迪上來 就有比亞迪概念股嘛 就看我們大選過兩岸的情況怎麼樣 有聽有齁 聽有就好 就七個這個東西 然後美元指數 華爾街厲害的分析師 這不是我說的 他說遠遠會反彈百分之二很嚇人喔 所以他這次美股大漲 台股大漲就新台幣升值啦 對不對 美元跌下來美股漲 創新高 那如果他要反彈百分之二的話 我們擔心就來了 會不會沒有元月效應 他要反彈百分之二到103 103到104之間 跌勝會反彈嘛 要跌再跌 漲多的都會嘛 好 那美國股市最強的應用光電 應用光電 與其美國拜登要選舉 今年漲上來就是因為基礎建設 他是光牽通訊的 好 那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美國最好的軟體股 雲端嘛 一定要雲端軟體啊 你AIPC 這樣就知道了 不用軟體喔 那你要裝那個AI的部分 那你不用資安喔 有沒有 我最近跟大家這個anchor anchor 有沒有 軟體股 這個美國 這個美國AI軟體股 這個ETF 西光子 都拿了 沒關係 我有沒有記錯代號啊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一檔一檔 漲了三百多趴 台灣的AI軟體股都沒有動 你說有沒有機會 沒有動嘛 位階就低嘛 基本面又很好嘛 現在基本面那個 賠了一屁股 賠錢的3066那個 那個什麼 經濟客人都照常漲啊 8054的安國也漲啊 就是因為 聯發哥帶動IC設計啊 那如果 被人辦到以後 原業費也拉回了 因為美元漲啊 美元可能會反彈啊 美債可能 可能那個 那個收益力也會彈上來啊 注意喔 美股最強是它 是AI軟體股 是什麼 是COAS 所以我認為明年 最好的 我底下有寫了 海運生技 COAS跟什麼 AI軟體股 含資安概念股 我沒有變 我講的東西都 其實這段時間 我一直在推廣這個 沒有動就是你 你進場的好機會 那今年漲很多的 你先別碰 我懂你嗎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 是不是 那你說老師 AI三強會不會動 那你要問 問那個美超委有沒有動嗎 如果沒有動的話 他今天也是反應一下 那個 紅機漲上來 反應個一天而已嘛 所以 大家不要管今天的漲跌 好好的過這個三天假期 禮拜一 禮拜二開始才是有趣 整個結構會不會大翻轉 元月份有沒有元月效應 才是重要的 這樣聽不懂 我們大標題都有寫的很清楚 小標題是2024題材 位階基本面 大標題是呢 結構會大不同 但是呢 看好海運生技 COAS AI軟體股 我都有圖表給你看 我沒有亂講的 有圖為證 有圖有真相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觀念 趕快趕快加入我們會員影音 看元月份那三檔股票 位階都很低喔 你很難想像我會講那些股票 有成交量位階又低 往年大風光 今年卻過去兩年卻很爛的 你進來看看 宰版 但是原因在哪裡 你要進來看 你要進來看 會員影音必須聯絡 填表 才能開通 好 那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 就加入我們的line吧 加入我們的line吧 那如果你覺得有興趣 加入我們的會員 我們是 電話是26538299 亨打投顧 26538299 台股新攻略 祝投資朋友 有一個愉快的三天連假 我們來年再見 本公司所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正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觀眾朋友請勿看節目更單操作 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由於 Ihrstein 1 2 1 2